好不容易看到路邊有車位 結果眼前的黑衣富人 竟然對著駕駛猛揮手 怎麼不行啊 戰軍一句話而已 我要領貨 我領完貨就走了 明明車位就在眼前 但對方說什麼都不肯讓 因為站位就是違規 駕駛放慢速度 慢慢開進車格 車停好了讓富人相當不滿 他氣氛走到駕駛座旁理論 事後也讓當事人呂先生 感到相當錯愕 可是我是先去附近繞一圈 結果還是沒有車位 所以我想說 他再繞回去那邊看看 還有沒有車位 結果他還在那邊 然後車子也沒來 也沒有停 這次停車糾紛 發生在台北市士林前港街上 上個月31號下午的5點半 呂先生要到超商領貨 好不容易找到車位 卻發現有人站位 第一時間想說算了 再去附近繞繞 結果兜了一圈回來 富人還站在原地 決定把車位停走 結果反被搶下 我停進去的話 那就不要給我出來 對 那他這樣子恐嚇我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本來就是給車停的地方 那我的權益在哪裡 儘管事後呂先生沒有報警 但其實對方行為已經觸法 肉身站位違反道交條例第78條 可以開罰300元 停車格 本來就是先停先營 這位富人竟然嗆瞎駕駛 不尊重人 恐怕他自己沒想過 霸占車位時已經影響到別人停車的權力 TVN新聞聯誼門無心燕 台北市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